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晨 欢迎收听神中科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11月1日 我准备为你介绍这位圣经人物是路德 路德名字的意思是朋友 路德是一位摩颜女子 陪着婆婆拿鹅米回到百里行 并且和波瓦斯结婚 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八世纪末 路德决定将自己的命运和婆婆连结起来 并侍奉她婆婆拿鹅米所敬拜的神 这样代表路德要跟随拿鹅米 去到一个和自己截然不同文化的国家 对一位年轻的摩颜寡妇来说 在摩颜地寻找新伴侣可能更为容易 但是路德和拿鹅米非常亲近 以至路德不想和拿鹅米分离 对于路德来说 选择拿鹅米的神并非容易的事 因为这位上帝似乎没有为拿鹅米和他的家人 带来很大的幸福 而拿鹅米自己也是第一个表达对上帝尋重的绝望 在路德记一章二十二十一字那里记载 在他们回到伯利行之后 拿鹅米对欢迎他的人说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的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降祸与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 既是这样 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鹅米呢 然而路德认为自己和拿鹅米 以及拿鹅米的另一位媳妇阿尔巴 所遭遇一切不快乐的经历 都不足以使他背弃拿鹅米的神 虽然有很多事路德无法理解 但是路德一直相信倚靠这位真神 而他的坚持并没有让他失望 在路德的余生中 他将会因为自己没有理解唯一的真神上帝 而感到轻幸和感恩 现在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 主呀 请帮助我 即使在生命中遇到困难 也都要坚持对你的信靠 并与你保持亲近 奉主明求 阿门 如果你对故事人物老德有兴趣作进一步的认识的话 你可以延伸阅读老德的传书 今天的神中课分享到这里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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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